隔離裝備從頭包到腳 護目面罩也不能少 不能有任何一絲縫隙 從大門口往辦公區域 仔細消毒 常常有民眾進出的報案區 更要仔細清消 這裡是領口分局 不只曾有確診者來過 還有遠景快篩陽性 領口分局外包的資源回收商 在27號確診 警方不敢大意 因為這名外包商 其實是負責整棟大樓的回收工作 幾乎每一層樓都會進去 這名包商上一次進到分局 是15號和16號 當時到偵察隊 以及分局一樓的中校派出所工作 55名遠景到福大醫院快篩 其中局下所中校派出所 一名遠景呈現陽性反應 幸好這名遠景PCR檢測結果出爐 呈現陰性 沒有染疫 中校所19名遠景進行PCR採檢後 也先在家隔離等待結果 而分局也立刻啟動了分流上班 讓遠景在居家辦公 避免疫情持續擴散 領口分局表示 先前就已經在門口裝設了AI體溫偵測儀 但沒有發現包商有發燒的情況 將釐清是不是有其他入口沒有確實把關 而截至29號中午 全台灣已經有20名遠景確診 畢竟警政單位人員出入頻繁 遠景也得和民眾大量接觸 警政署也將督導全台警局加強防疫措施 避免確診遠景的數字繼續增加 TVBS新聞連一名國隐 新北市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